在賽道上奔駛 即便看不到正面 還是能從後照鏡看出 正在駕駛的人是林志穎 特別的是他把電動車 特斯拉Model 3 改裝當成賽車開 還破了賽車場上 時尚最快電動車單全紀錄 那我們可以問一下 目前的秒數是多少 目前是1565吧 很快 一開始其實我買特斯拉 我買了以後我發現 它的升級的空間很高 因為它開起來的感覺 完全不一樣 林志穎說廠車方程式拉力賽 各種賽車都開過 對於電動車一直都很好奇 意外發現可以玩的東西很多 林志穎也把這輛車 帶上汽車節目介紹過 這個車跟油車比較不一樣 油車其實它有一些容許值 你進去還可以左扭右扭 稍微這樣撇進去一下 這個車如果一旦你進彎太快 你失控了 就是沒了 電腦會介入 它會救你 還有車艙本來的Model 3 也幾乎變成另一台車模樣 像中控台變成三螢幕 更能掌控車況 其實林志穎兩年就買了三輛特斯拉 在特斯拉上就花了近千萬元 而在演藝圈有不少人都是特斯拉的愛好者 像是余香泉之前大方展示愛車 也大讚電車的好處 透露是被吳宗憲推坑 還有網友也發現歌手周星哲也是車主 國外的則更多威爾史密斯兒子街燈帥氣合照 父子都有一輛 另外 李奧納多 班艾佛列克等等好萊塢名人 也看中環保潮流新科技 投入特斯拉懷抱 TVBS新聞玲瓏視訊台北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